黨團已經揭發 當時超私從 巴西進口雞蛋的時候呢 事實上 巴西已經爆發了禽流感 所以 在 一個我們 相關的法規 已經規定 只要如果是宣佈為疫區的時候 應該禁止 進入 輸入他的相關的農產品 但是呢 超私卻有這樣的一個 本領 他竟然在我們 當時的農委會 6月28號宣佈 巴西維禽流感疫區的同時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表格我也把它mark起來 在6、7月份 他們進口雞蛋 高達 6千萬顆以上 我們都知道 整個超私他進口巴西的雞蛋 他大概是8800萬顆 這個是我們用 每一顆蛋55公克 去換算 他大概進口的雞蛋 是將近8800萬顆 但是 他主要都是集中在 6月份 和7月份 大家知道事實上 在巴西 在5月20號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發現 情流感 而我們的農委會 我們的政府 拖延到6月28號 才宣佈 巴西維禽 疫區 這樣子的一個 安排 可以說 真的為超私 量 升 定做 時間 非常湊巧 到6月28號 才宣佈 然後宣佈的時間 也讓 超私 可以在 6 7月之間 進口巴西的 雞蛋 進好 進滿 完全的 不會有任何的 單物 而且呢 也非常巧妙的 當 超私他進口之後 巴西就宣佈為疫區 所以這代表什麼呢 別的公司也不用想來沾這一塊 別的公司也不用來沾這一塊的市場 我們去找了包括路透社 包括這個日本的農林水產省 他們的新聞 可以看到 這個新聞呢 是在6月29號的時候 他上面就寫到呢 說 日本 因為 禽流感的關係 巴西有禽流感的關係 所以呢 他就禁止了 再繼續 向他們呢 去 購買禽類的相關的產品 那呢 這個是報導的標頭 大家可以先拍一下 我們會把報導的內容 給大家唸給大家聽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是同一篇路透社的報導裡面的新聞 他就寫說呢 日本呢 暫停了購買喔 巴西 某一些州 他們的這個有禽流感問題 的這個農場的雞 禽類 都有 而且甚至呢 我們的這個 經濟部 他們也有提到 巴西 農漁業部呢 在7月28號公告 那巴西政府已經跟日本達成協議喔 暫停其中兩個州所生產的雞肉跟雞蛋的產品 也就是說呢 當我們的 政府 當日本政府 他去把 巴西的兩個州 他列為 是所謂的有禽流感的疫區之後 他就立刻的採取行動 禁止進口他所生產的雞肉以及雞蛋的產品 那如果說中華民國這邊政府公告的巴西的禽流感的疫區 是整個巴西的話 那照理來說我們就不應該 再去採購 相關的禽類的商品 包含雞肉跟雞蛋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作為是這麼的快 好在 6月29號的時候 他們就率先的去暫停了部分的產品 在7月28號的公告裡面跟巴西政府談好 禁止兩州的產品 我們要問的是 當日本在針對雞跟雞蛋的進口 根據國際上面 那包含巴西的禽流感的問題 處理速度如此之快的時候 為什麼中華民國的政府處理的速度這麼慢 是不是就是因為 我們在等待超私 趕快把他們的蛋裝一裝 進口之後 航運再一個月過來 所以當人家從6月7月都已經禁止去採購巴西的部分的雞蛋跟雞蛋跟雞肉的時候 我們政府還在讓超私不斷的向巴西去購買 罔顧國人的食品安全 所以一直到了8月15號的這批進來之後 查驗到了 才終於查驗到 說呢 有藥殘 那個藥殘是2002年開始 中華民國就不允許使用的抗生素 殘留減出以後 我們的政府才說未來不再像巴西跟土耳其下單 他們甚至在8月15號的時候的對外公開說法 沒有提到 情流感的事件 是提到因為藥殘的關係 不再像巴西跟土耳其購買 可是最神奇的是 前天 農業部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竟然說 我們不再像巴西購買蛋品 是因為我們的雞蛋已經夠了 跟這一切都沒有關係 他才沒有談到情流感 他也沒有談到驗出藥殘的問題 就是不斷的想盡辦法在護航 超私這家公司 以及護航他們 針對巴西情流感事件反應過慢 罔顧國人食安安全的事實 陳其中的整個雞蛋的決策作為 超過大家的思考能力 他也是非常的超私 整個超私的這個雞蛋的這個 政策轉折點在什麼時候 在神奇的3月 3月份的時候 農委會原本 開放的國家只有3個 美國日本跟澳洲 後來後來在3月29的時候 農委會加發了新聞稿說 除了這3國以外 另外專案 開放 菲律賓 巴西 土耳其 新加坡 泰國 馬來西亞 等10國的雞蛋進口 所以巴西是第2波 專案 另外開放的 結果呢 後面開放的反而 後來居上 變成台灣這一半年來 進口雞蛋的主力 我們去爬梳了整個3月發生了哪一些神奇的事情呢 今年的3月 我們的經濟部跟我們的農委會 分別召開了一場 說明會 說明會就是找了所謂的進口商來說明 台灣需要進口雞蛋 台灣需要這些進口商符合4個條件 3月10號是由經濟部國貿局所召開 3月14號是由農委會自己來召開 這4個條件就是包括之前 農委會宣布的 第一個要登記合法的代理商 第二個你要符合出口國 非裔生產廠 或者是他有曾經出口到日本新加坡等經驗的出口商 第三個是最難取到的證明 你必須要提出出口國官方開立符合規定的檢疫證明 及衛生證明要 也就是巴西我們從來沒有進口過 如果有貿易商申請要進口巴西的雞蛋的話 他必須取得巴西官方開立的檢疫證明及衛生證明 第4個是道案價格報價的合理性 3月10號才開第一場說明會 但是跟大家報告 3月15號 陳吉仲在立法院就說漏嘴 說準備開放巴西的進口蛋 3月10號是禮拜五 接著11 12是禮拜六 所以難道超市是以超光速的時間 在13號14號兩天 火速取得巴西的官方證明 然後在火速的送到農委會去 申請核准 農委會也決定採購嗎 這兩天短短的兩天裡面 足夠巴西穿越 足夠超市穿越巴西跟台灣嗎 這是第一個疑點 還是我們超市在參加說明會之前 就已經知道 農委會跟續產會 要幹什麼 要什麼資料 所以在3月10號參加說明會的時候 會後他就已經直接有辦法提出 所謂的相關的證明 包括官方檢疫證明 包括道案價格 都一併報給了續產會跟農委會 到底是哪一個 我們希望這個陳吉仲 可以公開整個 合約跟公文的簽訂過程 最近農業部說 巴西是農產品的出口大國 尤其是續產品的出口大國 出口的數量穩定價格合理 那我只想請問農委會 過去 為什麼台灣從來沒有從巴西進口過蛋 台灣缺蛋的第一時間 為什麼也沒有考慮巴西 今年3月底 我們的喬委會 副執行 他們是副執行 副主委 阮昭雄 新上任新官上任 第一站 就是前往巴西 請問一下如果巴西的蛋這麼可靠 這麼穩定 數量價錢這麼的合理 為什麼我們看到阮昭雄前往巴西的時候 不順便乾脆去談這個雞蛋的進口呢 不順便乾脆從官方直接去洽談呢 而交由一個去年9月 才成立的超市公司 資本額才50萬的公司 來進行這麼大量的進口 農委會基於食安 農業部基於食安問題 不要像疫苗採購一樣 什麼都不能公開 超市是國內廠商 不是國際藥廠 相關的合約 採購價格 有問題的蛋 處理的後續 還有這批蛋 是從哪一個牧場進口的 我想這個跟食安有關 這個跟錢無關 這個也跟政黨無關 我們希望農業部盡快公佈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新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 B科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 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科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食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美日科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科菲爾益生菌 菇蘭 菇蘭 深入